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小民到便利商店購買奶茶跟紅茶 奶茶與紅茶的價格分配是20元跟12元 以致小民兩者都要買 我假設小民奶茶買X罐 紅茶買Y罐 X跟Y 他都是大於等於1 那麼他問說 則數對 然後他說花費 不想超過70元 也就20X 加12Y 這個是總花費 他不要超過70元 小一等於70 那XY要大於等於1 那麼這種數對 總共有幾組 總共有幾組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 這個先把他除以2 這是4 那這是6 2642 然後這個是 23 6 25 25 然後呢 要求他總數解 那我就把這個比較大的 比較大的移過去 Y 那Y的話等於多少呢 6分多少 6分之35 減掉10X 那X要從1開始 因為X大於等於1 那X的話 等於1的時候 那Y呢 等於1的話 他就 他就 小於等於1 這應該是小於等於 因為這也是小於等於 小於等於呢 這如果1的話 是6分之多少呢 25 25 那這個多少 這個是4點多嘛 6是24 就6分之1 那大於等於1啦 所以這個有幾個 這是1到4啦 因為小於等於 所以他有 4種方法 那X的話 如果是等於2的話 那Y的話 就小於等於多少呢 2的話 那是15嘛 小於等於1 那這6二十二嘛 又6分之1嘛 有兩種方法 1到2 因為這小於等於1 不能等於3 所以有兩種方法 那如果X等於3的話 那就沒有了啦 X如果是等於3的話 那這1 小於等於y嘛 小於等於多少 6分之30嘛 6分之5啊 那這個的話呢 比1小 所以不可能 我不可能小於 等於6分之5 又大於等於1 所以只有呢 6種 所以這一題 答案應該要選多少呢 6種 應該要選你啦 等於6分之1 3 2